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仲裁法庭听到了 好 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 马英九这个动作到底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 第二 蔡英文有个大动作 她说要成立台湾对国家主权基金 要赚点一大笔钱 但这可能会不会是最新的政商勾结的新模式呢 她要规划哦 注意哦 彭博报导说政府的股权不过半哦 不过半 所以是民间主导 民间是谁 就是财团主导 所以这个到底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呢 到底是卖台呢 还是爱台呢 高铁 宇昌跟达政就过去血迹斑斑了 好 第三个人更有趣了 柯文哲 柯文哲到底是新纳粹 还是旧军阀呢 她每天早上起床心情好不好 我们台北市民就要苟延残喘 在她的喜怒哀乐里面 寻找存活的空间 她不喜欢的东西 一秒钟都不让你存下去 台北车站这四个字 就突然间要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南侧大门挂上新设计的字体 未来台北车站四个大字 只能在南北两侧的大门能够看到 另外一份转修完毕后 上头只会剩下梅花标志 我住在这个建筑里面 不知道那标志是什么 住在台北附近 知道这里是台北车站 有的外地来就比较不熟悉 违背城市美学 违背城市美学 这变成一个新罪名 人家到日本看城市美学 皇宁嘛 皇宁嘛 违背城市美学 这四个字 拜拜了 董哥 这是哪一条 柯文哲从日本回来 心性大变 真的 你可以看台北这都呆烂 人家日本 那个道路比我们海宰都不会有交通问题 开始大骂 所以如果那些老百姓随不守交通规则的 我们执法的人员要羞辱他 给他苟名此路感 这是柯文哲讲的 对不对 那现在回来口口声声讲 我们要有城市美学 城市美学 当然城市最美就是那只葫芦猴嘛 对不对 城市最美的 好美啊 好棒棒 好美啊 所有美学都在柯文哲 他的定义里面 然后他讲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他现在讲 他是后来的 他觉得说我们火车站附近 有些招牌不好看 最不好看就是台北车站 他认为人家都知道 那人家也都知道台北市政府啊 台北市政府门口干嘛写 台北市政府还写英文写那么大 你为什么不拿掉 我觉得柯文哲 今天都是没事找事 他现在在台北市 没有什么建设 你要是有建设也好 没有建设 他所有做的事情 所有做的行为 都是引起争议的 没有一件不引起争议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随便找一下 这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 上面就有Central Station 对啊 外地人要知道 当然啊 好 那我们来看台湾的呢 台北市里面 就是柯文哲 你先把台北市政府 这五个字拿掉好不好 好 还有你过去的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 你要不要拿掉 国立台湾大学 你要不要拿掉 还有柯文哲 拜托啦 立法院这三个字 过去太阳花 把它摘下来 现在又挂回去了 赶快拿掉 邱委员 所以柯文哲有病嘛 他每天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天方夜谭的想法 所以有人才讲啊 柯文哲是冗士的最大的来源啊 像例如说讲到台北车站 你外地来的人 我怎么知道他是台北车站呢 而且外国来的人怎么知道他是台北车站呢 邱委员 他有个 对不起 我不懂的是说 我们人民有没有人权 宪法有没有保障我们人权 是啊 台北车站是台铁的哦 中央的哦 他一句话 林信龙说拿下来了 台铁就归缩 就说好我拿下来了 台铁没用啊 那任何 他可以叫任何公司 行号 个人 要拿下来 那我们人权呢 所以啊 他不是喜欢爱某庭吗 你要把台北车站四个字拿掉 你总得有个公投的程序吧 问问台北市民的看法吧 而且台北车站 基本上 他是全台湾所有人 进出平凡的地方 你总得问问台湾2300万人看法吧 你自己就会把它拿掉吗 你说违反城市美学 你是你讲的 我觉得最违反城市美学的 就是你柯文哲那个赤牙裂嘴的猴脸 比那个葫芦猴还丑 那才违反城市美学嘛 那是台北市最丑陋的 最可耻的地方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既愚蠢又不自知 然后每天胡思乱想 弄得整个台北市鸡飞狗跳 弄得台北市民不知何去何从 他是台北市最大的灾难 也是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员工 最大的灾难 柯文哲突发极想 用三横三重 然后用这么宽的两公 超过两公尺的自行车道 然后让车道汽车走的路缩小 造成塞车 然后他突发奇想要用e-tag去管理停车场 然后他又设置到用黑箱投票 然后他还说地主的地没关系 我要盖水沟 我就弄水沟 我管你了 你看一下 他怎么样都可以 好 最后整死谁 不但整死的市民 而且公务员 台北市的公务员变成血汗加班 因为你要随时应付他 想干嘛你就要干嘛 现在公务员变成是每天 这好像得正 晚上10点钟以后不用LINE 这好像变得正了 那9点59分以前 都还可以给人家LINE 好 变成全国公务机关首领 可是公务机关没有人在 晚上9点钟还在给人家LINE 每个月加班超过45小时的 列入关怀对象 要写报告说明为何加班 上级单位还要紧盯改善 引起府内骚动 我们听听看柯文哲怎么讲 做员工满意度调查 一直认为超时工作做不然 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一个月加班45个小时 如果长官还不知道的话 那个就是行政系统麻痹 如果有必要的话 员工要填那个要 有一种身心的压力量表 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 有没有造成影响 那如果特别要有的话 那这个就要强制就意 如果胆敢反应的人 跟长官讲说 我不来没有办法 那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能力不行 卫生局的员工说 假日LINE公务 早就成为常态 问题是这些时间能算加班吗 我记得明朝崇祯皇帝 大家都喜欢说讲崇祯皇帝 他在眉山自义 他死前说过什么 说军非亡国之君 承接亡国之臣 都是你们做的 都是你们这些不做的 你知道吗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我请问一下 他们为什么这么累 柯文哲市长 你不知道吗 你搞了这么多厌恶 搞了这么多出逃 他们怎么会 不然的话他们莫名其妙要加班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还说城市美学 我请问你 社子岛很美吗 你知道为什么 第四个选择叫做不开发 请问一下你城市美学 你只有智吗 你整个都市的景观要不要 大巨蛋算不算烂尾楼 是不是城市美学 它就是 只要是我看到不爽了 我就要把它拿掉 至于我那些我自己做的 那些没问题 它都是所谓的部分的正义 也不能叫正义 就是我认为美的就美 我认为不美的就不美 我最后再开个玩笑 你知道名称如果没有多糟吗 有一个铜像上面写 蒋介石是杀人魔王 一看 对不起是国父的遗像 你知道吧 连地方都搞错 事实上柯文哲是这样的 整天在做这些事情 对台北市民的福祉没有好处 但只是决定于 他早上起床 起床鞭了 他心情就不好 起床鞭了 他基本上就真好 可是另外一个 总统马英九 他最近做的动作 其实对台湾真的是有莫大的好处 对中华民国的主权有莫大的帮助 我们看当时他怎么样去太平岛 以下军机跟驻防官兵握手之意后 马总统收起笑容 刻意站在太平岛国碑前 对国际发声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 以及其他的周遭海域 都是属于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及海域 不离美国压力 马总统坚持等太平岛 是中华民国的家务事 再向蔡英文喊话 南海主权没有染绿 马总统出招 重点是当时台湾分成两派 一派是骂他说 这样美国不高兴 然后这样是对台湾不好 另外一派是告诉大家说 去太平岛是正确的 现在一个来自国际的消息 国际仲裁法庭提到 提到什么呢 总统马恩九登上太平岛 他讲的话的内容 相关描述符合岛屿要件 这个对国家有重大的意义 邱委员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那那个时候去批评马总统 去登太平岛的人 你就应该觉得自己非常的可耻 还有那一个制造破端的 台大的那个姓江的那个教授 自己应该好好检讨自己了 我们知道菲律宾针对南海主权的问题 针对岛礁之争的问题 菲律宾跑到海牙的国际海洋法庭 去告中国大陆 那海牙的国际海洋法庭呢 因为庭长是日本人 叫做林木俊秀 所以呢在中国大陆缺席之下 他照样开庭 照样要做一个仲裁的结果出来 六月 最晚六月 这个仲裁结果就会出来 问题是菲律宾提的 十五项申请里面 有管辖权的海牙 法庭有管辖权的有七项 其中有一项很要命哦 什么要命法 他说啊 现在台湾在管的太平岛啊 是一个无人岛 是个不人住的 它的淡水 全部要从岛外运进来 所以太平岛是个岛岸礁 它不是一个天然岛 所以它不属于所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规范的范围 没有十二海里的领海 也没有两百海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越南菲律宾的武装船 进到了太平岛的一海里 两海里都没有违反国际法 要命啊 要命啊 海洋的国际海洋法庭 还以为菲律宾讲的是对的 因为他引了一个台大姓江的一个教授 学海洋法那个教授的一个说法 还好马总统这一点 我一向批评他 但是我必须有两个字形容他 这件事叫英明 他就到太平岛去 美国不拉他去哦 美国阻止他哦 马总统去了 去了以后在上面发表声明 成为国际新闻 让大家知道 第一个太平岛是天然岛 是可以住人的 长期以来台湾的军队 原来李登辉之前 就有个加强连在上面 现在也有一百多个海巡署的海警 在岛上 第二个他本来就有淡水 本来就有淡水 所以可以住人也有淡水 也有植物 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叫暗礁 他就是个天然岛 这个消息一出来 才使国际海洋法庭发现 原来被菲律宾骗了 被菲律宾耍了 然后赶快发函 要菲律宾 要中国大陆说明这些事情 才使得我们挽回了太平岛的命运 董哥 这个对中华民国的领土 影响多么巨大 第一个 南海的周遭海域下面 蕴藏了丰富的一个天然资源 第二个 那是非常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 第三个 那也是同时中国大陆 非常介意的一个地方 台湾所有的原始文件都在台湾嘛 如果那个时候马总统没有去 五月如果国际仲裁海庭 那个法庭如果仲裁下来说 那个是天然岩交 台湾不就完了吗 仲裁法庭 为什么会发函给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引述了 就是说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总统 已经带人去 而且在那边讲话了 因为被他们看到 原来有这回事他们因为 从头到尾这些伸手狗的争执 他们从来不理会台湾 可是马总统用这个最大的动作去 让他看到了 让国际法庭正视了 那大家回想那时候马英九要去之前 你看所有那些人都骂他 丽营的人 譬如说有个名嘴 就说 哎呀马英九打给蔡英文了 说英文啊我们去看海 有这回事吗 没有 第二个一个姓姚的 我不持他的名字我也不讲啊 这个姓姚的 姚立民 他说啊立法院民进党已经勾拍数了 应该弹劾马英九 怎么可以去呢 中华民国的领土 中华民国的总统不能去 还有这种 这种在交宪法的写者 我觉得是其此大路 看不起他 姚立民真的很无耻 他讲这样的话 中华民国的总统不能到中华民国领土 而且现在正在深所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然后还有一家报纸就自由时报 他就编了一段新闻 说马英九自己抱怨 说我上次不去 已经给你美国面子了 我这次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总统府出来火热 我讲这个其实很感慨 你知道 马总统去了 然后内政部长成为人也去了 其实还有一批人去 就是中外的学者 他们真的跑上去看 包括台湾的 然后大家上去看 喝了当地的水 当场从水井打水来喝 上面有淡水井 有淡水 有山羊 还有椰子树 所以这些人的论文 他们回去会写 他们的论文 他们都可以证明 这个是一个天然的岛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非常重大 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仲裁 有改变的话 马英九的功劳 没有人 有历史地位的功劳 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在关键时刻 关键出手 这真的要给马英九鼓鼓掌 我们来回忆一下 当时那些绿营的人 怎么样羞辱马英九的 问题是那个地方 其实离我们那么远 是守不住的 但我觉得这是在历史上 留下一个笑话 波浪水的还有名嘴 宇柯文哲 你知道他怎么邀请蔡英文吗 怎么邀请大家保证昏倒 他直接说 我们去看海吧 反正我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期待说在看守期间 马总统不要再屡次地 以国家重大的议题 来进行政治的操作 被我们的立法委员谴责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我在为国家争取权益 他在后面扯后腿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子 扯后腿的人 最后总是在政治上 会赚到最大的政治利益 而为国家努力付出的人 其实老百姓 你真的在乎吗 你真的在乎很多人 要铺牌 要做很多很多台面下的事情 在关键的时刻 在做选择的时候 不是以自己的利益 而是以国家 以社会 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主 这样的人 你给他鼓掌吗 还是你给他赚水培 休息一下 所以一个事情的是非 在台湾到底最终 有没有结果 如果我们每次 政治人物做了对的事情 我们总是不称赞他 他做坏的事情 最大恶极的事情 也没关系 那还有谁愿意做好事呢 我们来看 当时蔡英文怎么样讲 马这种评论事情的态度 非常不恰当 好姚立民说 无论是在给自己定位 在两岸的角色 马英九这些行为都相当自私 伤害政党轮替的民主常规 伤害台湾 马英九应该适可而止 姚文志说 你不要再到处点火 惹是生非啦 然后林卓水说 诉求荒唐的 中国历史水域 只好只求讨好北京 不惜得罪美国跟所有的邻邦 把好事搞成坏事 那黄伟哲说 马总统宣誓主权 朝野都同意表示支持 但是总统已经去了 请他一路好走 赶快回来 不要再制造困扰 这个是当时立委的 有的强烈 有的喊滚 但是主要都是认为说是不好的 尤其还觉得说 像林卓水 讨好 说他讨好北京 不惜得罪美国 重点是这样子 不是 我们去我们自己的领土 你一定要把它扣上帽子 要讨好谁 要得罪谁 关外国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 你不去 就没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好的结果 就是国际仲裁法庭 发现说当地真的有水 真的有所谓的职务 你知道美国总统欧巴马前两天还说什么 他说大家要尊重国际仲裁的决定 仿佛那个国际仲裁 基本上会对所谓的菲律宾有利 如果马总统不这么一去 这怎么得了 我们的太平岛 马上都失去了 各位要记得 前一阵子美国 为什么他的这个拉伸号 驱逐舰会经过这个南海水域 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南海 竟然多的人工岛礁 现在太平岛不是第一大 现在是第五大 如果就人工的方面来说 所以这都南海情势的改变 民进党只会内斗 国民党斗得非常厉害 外斗没办法 南海这一块 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它的核心利益 它绝对寸土不让 对美国来讲 它是它围堵中国大陆 很重要的一步棋 我们看美国跟 中国大陆的态度怎么样 王毅是怎么讲 然后注意 美国国务院是怎么样 斥责马英九的 我们期待到 台湾和台湾的总统 建立更强的关系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特别的行为 不仅仅中国 有三十多个国家 都在加入安克拉斯 做出了不接受 强制制裁的政府声明 包括安理会里面的 查尔尼氏国的 英国 法国 这个 俄罗斯 和中国 我把马英九登太平岛 所造成对中华民国的利益 我把它说清楚 因为马英九登太平岛 使得海牙的国际法庭认清楚 太平岛原来是可以助人的 它是个天然岛 它上面有淡水 上面有植物 所以它不是岸礁 它是天然岛 这个一成立 它就规范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 因为太平岛是天然岛 所以它有十二海里的领海 有十二海里的领海 所以以后越南再把武装渔船 再开到十二海里以内 就违反国际法 就必须被国际谴责 于是太平岛就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保住了这第一点 第二个 它可以划出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当然跟别的国家的经济海域会重叠 但是南海的海底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共同开发 中华民国就有话语权了 我就可以参与了 因为我有个太平岛 划出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开发石油天然气 要不要台湾来参与呢 要不要中华民国参与呢 要第三个 这一条所谓从货资木尔海峡 波斯湾到印度洋 经过马六甲海峡 到南海 到台湾 这一条叫国际的关键水道 每年有五万 有五万亿的 五万亿哦 的美元的一个运输量 而台湾所需要的人员 都从这一条关键水道运到台湾 所以如果兼有太平岛 我们因为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美国谈的航行自由权 台湾是有话语权的 我们可以保障出来这一条关键的水道 台湾可以自由航行 如果没有太平岛 我们就没有话语权 人家说不让你台湾的船过 我们就完了 所以马总统这个动作 为什么我一向骂他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英明 因为他带给中华民国的利益 至少我刚才讲的三个 不但是表面上看了这个利益 还有第四个我再补充 就太平岛对于两岸的关系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大陆在看说 如果你台湾不要太平岛的话 他就把你定义成 你台湾要走台独了 董哥是不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他为什么叫太平岛 因为抗战胜利 我们的太平舰就到了 到那边重新宣誓 而且这一次的宣誓 是全世界都认同 这个岛曾经一度被人家占领 菲律宾还发航给我们说 你们的岛上面有被 一堆美国的大兵占领 这些流浪汉 我们还去把他赶走 还有公文还在 菲律宾曾经承认过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宣誓 对中国大陆来讲 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是民国38年 隔了很久以后 国家才成立的 所以他是抑乎在 中华民国身上 这一件对我们来讲 太重要了 中华民国不要了 中国大陆就不能要 没有机会要了 因为抑乎在我们身上 他那时候国家还没成立 但是利盈 中和批评马航九 主要两点 第一个说你是看守内阁 你不应该去引起争议 第二个你得罪美国 我先讲第一点 什么叫 你看守内阁 不能做重大的决议 那为什么民进党 有一个叫李静勇的人 这两天出来 要马航九给他一个交代 说他明年要办登节 马航九要做决定 明年登节才 登节前天才结束 台湾灯会 那你等蔡英文上任 你才请蔡英文去决定 对不对 马航九又没有说 我要给彰化罐 不给李静勇 两个都是民进党的现实 两个现实在争 但是第二个 我觉得最荒唐可笑 就淋走水 讲说得罪美国怎么样 美国爸爸不高兴了 是不高兴了 大家就觉得 事情很惶恐 我几个例子 七年的元旦 我们驻美的使馆 就是双向岩 审理行大使在上面升起国旗 中华民国国旗 然后美国很不高兴 然后国内就很多利盈的人骂 我们是鼓掌教 为什么 双向岩是中华民国土地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土地 升国旗 而且国庆日 是 然后升了以后 结果被利盈骂 但是大家看这次的选举 周子怡在韩国几个小国旗 被黄安那个 哇 大家一起批 同样一面国旗 一个在韩国 一个在美国我们的领土上 请问利盈有来申言吗 不用来操纵这种选举 不用有那么多的政治语言 你碰到老美 你就要退缩吗 我们讲主权的话 其实不管老美 中共和日本 大家都应该寸土必争 一寸三合一寸鞋 对民进党跟绿营来讲 他的台湾人的尊严 台湾人的面子 台湾人的一切骨气 上面上爱台湾 都只针对中国大陆 何止是美国碰到日本 膝盖就软下去了 日本一切都很好 因为他有城市美学 对 还有不只是城市美学 日本福岛的 都要吃 那个食物要进口台湾 国民党一直挡 民进党说 较快来较快来 休息一下 总统当选人 参议员最近到处拜访 各个公司 提出很多见解 跟他将来要做的事 我仔细的听 仔细的看 越来越毛骨悚然 一个毛骨悚然是 蔡总统你累了吗 我们来看 你真的你累了吗 他去参观 那个火力发电厂 然后呢 说讲到 环团讨论说 PM2.5 跟高雄林园区的空屋 提议2025要飞河 也要无眉家园 重点哦 注意哦 蔡英文听了以后 惊讶 他好惊讶地说 没想到飞河之外 还要面对无眉 这么困难的事 这是很困难 很艰困的挑战 救命啊 不会啦 再来就无电了 你要飞河家园 你就会有 你就会有火力发电厂 不是吗 所以啊 所以蔡英文的白痴程度 跟洪石庸 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一样的白痴 你基本上 当时为什么台湾要发展核电 就是第一个 因为核能干净 第二个 核能在运输上的风险少 第三个 就是它的能源成本比较低嘛 你不用核能的话 你就要用火力发电 用火力发电 不用燃煤 就用天然气 两个都会造成 整个的污染程度大幅度提高 尤其燃煤 也就是它所谓的火力发电 好 那你今天 来比较到蔡英文最崇拜的 他爸爸就是黄明 蔡杰森黄明的 他最崇拜的日本 日本在福岛核战以后 把核电站都关了 为什么日本首相安倍 宁愿让所有人骂他 还是要开放核电站 道理很简单 因为核电站关了以后 不用核电 叫进口大量天然气啊 而大量进口天然气 把日本的外汇搞成赤字 然后使日本 日本的财政也发生赤字 使日本整个产业不振 成本提高了 所以安倍经济学到最后破产 所以安倍没有办法 即使他的政治导师 小泉纯一郎骂他 说你开放核电站 我要烦你 安倍还是得开放 蔡英文连他对崇拜的 日本的宗主 这个安倍晋三 他为什么开放核电站的道理 都不懂 你想想看 这不是白痴不是草包 他是什么 蔡英文他答应 在中常会上面 大家一次通过说 他要兼任党主席以后 蔡英文跟李应元说了一段话 可以想见 蔡英文现在所推出来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民主党里面有共识的 我们听他怎么讲 我说过的话 我当然自己要去承担 集体的智慧 也不是说他自己说 我的娘要 蓝研批自家人挺 蔡英文这样自圆其说 这么多的民意基础的 这种团队要做一个整合 那现在看起来最适合做 做整合的人 大概就是总统兼主席 那我们会确保这样的安排 不会有党裔 凌驾民意的这种情况 也不会有艺人决策的情况 他说不会有艺人做决策 不会党裔凌驾民意 可是他现在所讲出来很多事情 都是党裔 都是艺人的决策 你看蔡英文更可怕的 各位观众你要注意 这是个什么东西 他说要涉国家级的投资公司抗洪潮 我看起来抗洪潮是借口 真正的是要用涉国家级投资公司 好 3月3号他到足科去参访 然后他说 要协助半导体业者跟五大产业 深入合作 面对红色供应链 要组成台湾队 然后蔡英文说 政策团队已经在研拟规划 新政府要成立国家级的投资公司 设立投资银行 把过去投资中长期产业发展机制 建立起来 这跟业者的想法方向一致 那另外呢 彭博社有更详细的报导 他上面讲说 这个资金 资金规模多大 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 奇怪 我们也没有iVoting 也没有公听会 大家都不知道 只有他们知道 他说什么 政府持股 不要过五成 所以政府没有办法掌控 政府出钱做火山孝子 但是由财团来做决定 然后要投资哪些呢 物联网 新能源 生技 又是生技 然后智慧机械 跟国防产业 赵新 这样一个国家队 你觉得他要干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吊诡 其实这个民进党政府 现在一直在打 中国民党有党产党产问题 其实他忘记了 民进党现在掌握 整个国家的资源 一年 国家的整个预算就是上兆 而你今天如果不能够 好好的运用它 甚至成立国家级的 所谓的公司的时候 我们看看过去民进党 八年执政的时候 比如说吴乃仁那时候 做台湾证交公司的董事长 那时候他在干什么 他准备了一张信用卡 信用卡给他下面的员工刷 无限刷就后来下面那位员工 就犯了贪污罪 吴乃仁就因为这样而下台 就是说今天民进党政府 你要做这些东西 你的操守如何 你今天用一个国家级的 实际上你是不是反而阻碍了 民间公司自由发展的机会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操守 你到底能不能够 很好地去掌握它 你今天要以小博大 但是你跟所谓的大陆的市场 跟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如果你采取一个对抗的一个态势 而不是一个合作的态势的话 那你这么小的一个供应店 跟这么大的供应店去对抗 你凭什么呢 我觉得它所谓抗洪潮 这是借口啦 这只是说因为大家很害怕 用这个做借口 就是说那我们要弄更大的公司 我们来看 它现在提出来两个 一个是说可能要做个特别条例 所以搞不好要圈5000亿 圈一兆都有可能 它不告诉你资本的规模 重点第二个是说 我不要股权我不要过犯 所以它表面上还是个民营企业 所以不用受任何采购法 任何政府也不用立法院监督 好 我们现在难道没有国家资本吗 我们现在本来就很多了 国发基金 本来就投资很多公司 我们有公股银行 台银土银 合库 印银华银 这些公股银行 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二次金改 一个一个要给民间财团 还收人家钱 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公营的事业 中油台电 台塘 台水 中华油 台湾铁路一大堆 我们还有很多国家的钱 藏在像航发会 这种公立的社团法任里面 然后你要投资谁 本来就有 董哥 他觉得还不够 他还要在搞 他在想什么 因为可以自己有一个机关 柯文哲不讲台北 然后老百姓不知道 是啊 台北有个都更中心 里面藏很多人 我跟你们讲 那天他不讲 你们家东西人不够 就把人 安菜在那里 不用任用资格 有很多黑人 是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答 像 就像过去的答政案一样 答政案那时候是怎么样 邱一人 告诉我们的中将金辈局长 去跟老百姓无来人做报告 就是这样搞啊 所以我有潜力了 我就想到 我要用一些法外的人啊 因为 毕竟中华民国是一个政府 他里面有制度 你用了公文人员 要有任用资格 我现在搞这些公司都要找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都不用任用资格 那 在里面搞什么呢 搞的当然是最大的黑箱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黑箱 然后我要做怎么样 你们不用管 因为我是要对抗红潮 对抗红潮又很机密啊 所以我要很机密来对抗他 对不对 我们已经对抗完紫光了 现在要对抗红潮 所有颜色我们都要对付啊 你可以看到 他这样讲的话 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产业 你知道半导体哦 我们外销里面有四分之一 几乎就是半导体 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可是他就是 只会讲漂亮的话 提不出一个好的决策 我是严重怀疑 他不但是讲漂亮的话 而且是包藏货心啊 因为 淡马锡控股公司 这是新加坡的一个控股公司 然后另外一个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新加坡政府是唯一股东啊 你不会 他不会让别的财团进去 另外一个杜拜 杜拜他成立30亿美元 这样的也是国家的主权基金 可是这两个国家 不是过去民进党 都一直觉得不够民主吗 是啊 那民进党过去 不是一直要求说 要民营化 要国家资本要民营化吗 师承 不是 我是觉得 我们讲说数大就是美 台湾的合起来是很大 刚刚刚会讲二次金改 我问过一个金融专家 我说 我们把几个大的金融公司 合起来变成金控 这样的我们国际竞争力如何 他说对不起还是很小 所以那一次为什么 那个所谓的二次金改 就是刚刚各位讲的 就是成为比如说 来啊来上金 不然你会不会合并 就这个道理 现在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大 我刚查过了 我讲一个比较 可能比较不经济的东西 我们就讲外汇存底好了 你跟人家对抗对不对 台湾的外汇存底 现在4200多亿 你知道对岸多少吗 3.99兆 你要对抗红潮 你要把你的筹码拿出来 你说你有多少筹码 对抗对岸多少筹码 请问一下你有多少筹码 你就算是国家级的 所谓的什么公司 请问你的力量在哪里 那个叫 这个叫 那个叫匹夫之勇 那个不叫策略 邱伟你觉得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贪污 很简单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请教邱委员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将来半导体产业的中下游 也可以整合起来 组成台湾队 一起来打国际杯 邱委员 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贪污 你看看蔡英文讲 国家级投资公司的旁边 一边做的林泉 另一边做的张景森 天哪 林泉张景森 就是当时 陈水扁乌出赞本来贪污 就像是给人家收保护费 过路费一样 很低级的 很low的 所以后来林泉张景森 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类似搞 那时候没有正式成立 国家投资公司 类似搞两次 二次金改 陈水扁等于居中统筹 林泉是执行长 要把14家金扣变成7家 把12个公股银行里面 有6个公股银行 要把股份四出 分给剩下这7家金控 好 那至于谁是那7家呢 谁是要被淘汰的呢 谁可以得到公股呢 谁决定 陈水扁 吴淑珍来决定 林泉来执行 好 那现在 升级版出来了 升级版 我成立一个国家级投资公司 包山包海 有金融 有半导体 也有生机 绿能产业 我要让谁起来 谁就起来 我要打谁下去 就打谁下去 反正我告诉你 我是为了对抗红潮 我是为了保障台湾的安全 就可以骗天下的老百姓 又荷包满满 所以我才说 蔡英文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人家我跟你讲 做任何事都要产业升级 你就不懂 贪度升级 你看 这个是用国家对 这个名字 对抗红潮 就可以把所有全台湾的 任何产业都变成说 我国家 我说郑志诚的公司可以活 董志诚的公司不能活 我就救郑志诚 这样啊 这还是 这干脆 我们干脆加入共产 世界好还比较快 这是绿潮 绿潮加异 这是很可怕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假如我只要打出 转型正义这四个字 所有人都不能挡 我机关枪架出来 我就是要转型正义 每个人都要听我的 好 现在哦 民进党不是讲讲而已 他真的要做 转型正义促进条例 要提出来了哦 民定设置在总统府之下 的转型正义委员会 而且要逼着 要在520前通过 然后这个里面呢 是有法定职权的独立机关 委员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总统是民进党的 立法院同意 也是民进党的 所以民进党自己 划送的后啊 要 但是假装要跨党派 不限蓝绿都可能 会要参加局的啦 然后时代力量 当然也可以啦 好 它是框架式的立法 这个促进条例出来之后 下面还有党案法 政党法 不当党产条例 可能还有228条例 就是以后你们讲228 跟我们民进党讲的不一样 要坐牢 然后攸关证据保全条文 禁止在这个时候 进行党产移转 好 第一个主要来谈的是 党产 国民党只能哀嚎说 拜托啦 不要斗争啦 不要斗争啦 那有些人讲啦 这个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样骂啊 但吴玉生现在的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 吴玉生讲一段话非常重要 他说这一年来朱立伦当主席 也没有特别说明党产问题 因此我们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赵鑫你知道党产吗 其实党产这个东西 还真的就是你要搞清楚 还真是不太容易 太困难 但是我听过有一个就是 非常非常高层的国民党的人士 现在也很红 他告诉我说 其实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党产是什么 从刘泰英之后 或者是最多张哲称之后 很少有人搞得清楚 党产是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 其实他们在处理党产的过程 在李登辉时代 处理党产的过程 改朝换代之后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那到底的过程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这个所谓的党产的来源 当然我们会需要说 想要更去了解 对 好 那我们先追了一下 有些党产有什么来源 第一个 党员缴了几十年的党费 以前公务员还是直接薪资扣角 扣除对 然后政治现金也有 然后政党补助金也有 还有盈利事业 因为有些党银事业 有盈利事业 股权也会增值 那他去买股票 过去赚了钱 拿去买股票也会更增值 然后他还有土地所得 好 那党银事业大陆的时候 有主要是文化事业 中央日报是不是 郑中书局 中广 中央通信社 都是奇路公司 后来来台湾以后当然包山包海 很多很多 那里面可能有正当的 有不正当的 可是可能要直指西矣的找 董哥 对啊 只要是黄沟昌的业务就是正当的 别人就不正当 早说嘛 是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总算学会了 今天 他们民进党打算怎么做 因为他立法院够办 对 那第一个他就在 立法院有八个委员会 他现在内政委员会里面 就是先把这个案子 变成法例 对 那原来这次投票 他们可能会输 结果宋楚瑜指示 亲民党的部分级立委 陈宜杰 所以他投民进党 所以这票进去民进党 就拿到召集委员了 召集委员就可以排定一层 对 我把哪个案子排优先 这邱毅最懂 对 所以 大概这个 我判断了 这个会期大概就够了 就够了啦 马上就还没卸任就够了啦 够了就可以开始来清算了 那清算以后 当然他会有选择性的 对 这可怕就是在选择性的 譬如说 购气某某主席 可能他家人拿很多 可是他现在是立营啊 所以就不能拿 不能讲出来 如果某某主席 你说李登辉就好了嘛 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变成里面会有选择性的 好 董哥介绍你一个选择性的 帝宝 他日据的时候是台湾放送协会所有 1956年的时候 登记为党赢中广公司所有 结果1998年的时候 被当时的党主席叫做李登辉 用88亿 把仁爱路5600平的土地卖给中央投资 然后中央投资隔一年哦 人手下多少呢 加个2亿 然后就卖给真正要买的 叫做红胜建设 之后就盖了地堡了 漂亮吧 另外一个 邱委员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 台本也是党产 现在是贬系吴乃仁的集结地啊 怎么讲呢 吴乃仁的一双儿女 就是用他自己公司的法人代表 成为台本的董事 然后台本现在是范律概念股哦 台本现在董事长叫谁 叫做林文渊 然后他是以前的大帐房啊 然后还有又是当过中刚董事长 董事其中一个人也是老朋友了 张兆顺 是阿扁的会计师嘛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董事李 李胜 律师 是陈水扁的御用律师之一耶 我毛骨悚然耶 所以不当党产条例 最后就会是这样 把国民党的党产 通通都律化啊 邱委员 没有错啊 那个就转成所谓的私产嘛 所以你知道民进党厉害在哪里 表面没有党产啊 但是很多常富于私啊 例如像台本不就如此吗 林文渊是陈水扁一例提拔在台北市政府自来水素 一例提拔上来的所谓的大展会大帐房 就跟当年李登辉的犹太英是一模一样嘛 然后管台电管台电办法中刚 中刚底下的子公司孙公司一堆 后来我专门在打他 打他之后林文渊只好离开中刚 离开中刚以后 还有台湾七天共生啊 然后台本啊 然后台本里面藏多少 陈水扁的人啊 你已经介绍过了 张照顺啊 会计师啊 李胜琛啊 御用律师啊 全部都摆到里面去 所以那个弄官方党产很赞 很赞啊 就可以把它由篮转绿啊 而且最重要的 这两天由柯建民出来说转型正义 我真是毛骨悚然啊 转型正义 我说那司法要不要转型正义啊 有些立委的案子审很久啊 到现在下不来啊 为什么没有转型正义啊 高志鹏就这样 我就在说他们两个啊 我是觉得你要搞党产 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要搞这么大一个帽子 转型正义 然后说我们不只针对党产 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 事实上就包藏祸心嘛 就专门针对国民党来 把国民党其实算完毕以后 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 跟那个廉政委员会一样 对不对 就是把对方逗臭 而且这个比廉政委员会更赞的是 那个党产里面有很多油水 全部轻轻的都变成我 真是好棒棒 休息一下 最近李静勇他好急哦 然后他好凶哦 他说马一九踹公 哎呦 有够派呢 他说说什么 为了什么 灯会主办 黑箱啦 马一九黑箱这么多吗 灯会不是才刚刚在过去吗 然后那个桃园灯会因为太成功了 所以郑文菜还说 不行不行 我们要延长延长 然后交通部说不行 就不能延长 你要签约就是这么久 李静勇要来抢哦 他说我已经等了九年了 那跟他 谁跟他抢 张花冠 嘉义县的 两个民进党都在抢 然后跑出来骂马英九 马英九 这怎么黑箱啊 马英九你干嘛 其实你看这个就是 吃相难看 又不敢直接跟小英讲说 我们绿营已经在内斗了 你赶快来摆平我们 所以马英九就叫马英九踹公 马英九都要下台了 你知道因为办灯会 这个很大的利益 不是有传说一个灯会 一个厕所要350万 哇 这种预算350万的厕所 我真的很想做 难怪抢啊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350万的厕所 可不可以让我做看看 我救命上面有做黑箱啊 李静勇是国民党还是张花冠是国民党 这两个民进党在抢 我马英九黑什么箱 马英九比较爱张花冠 还是比较爱李静勇呢 这个没有 你也有换一点新花样 如果你一个国民党跟民进党 你还可以搞这种花样 两个都民进党的 你是不想让小英总统当坏人 就让马英九当坏人 就无聊 不用急着做决定 本来就是啊 520以后的是明年 明年的事情在急什么呢 重大的决策 看守那个不及了 这重大 这重大 我听了民进党的话了 我去了太平岛之后 重大的决策我不再做 双善政就不要急着要做决定了 不要了 因为马英九还是赶快去东南美洲 不要 千万不要做决定 这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马英九急着要做人家的安全气囊 没事做不来吗 太老实了吧 马英九最好做安全气囊 对不对 民进党自己中常会搞定就好了吧 跟国民党什么事 他们搞不定啊 搞不定啊 对啊 你自己都是国民党的不对啊 跟国民党什么事 两个都民进党的啊 之前你听我讲 如果是政治的事情 大家给好合作会 有关这个东西 那就是大家避免了 对不对 这个你的就不是我的 我的又不是你的 全的事情 因为故宫来念已经给嘉义了 怎么可以再把花灯给嘉义 这就是转型正义 这也是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 对啊 这并在转型条里面一块来 林静悠应该是说 蔡宇文串共啊